教育部长蒋燕士,今天在立法院教育委员会中提出资讯报告说, 近年来由于社会学货的转变和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, 技术和职业教育受到普遍的重视, 但是在量的发展上未能符合社会的需要, 所以今后不论在制度之建立或者是课程的书丁都需要加强。 教育部长也表示,国立台湾工业技术学院已经决定在今年12月早上, 明年3月开启。 农副会主任委员李同道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中提出报告说, 今年本省畅业生产就畅下了20多年来的最高纪录, 但是为达到更高的生产目标,64年预定在40多个乡镇, 进建新的仓库。 还有说,为了谋求突破目前农产品外销的平均现象, 今后将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, 促使外销产品作角化, 放宽农产加工资金的融通, 加强产销补导的措施。 交通部长高玉素今天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中 答复韩国申等委员的提出后, 本省各主要从事的交通秩序才需要设法解决 有关管制机车行驶的办法正在由台北市政府合并之中。 高部长说, 机制机车的生产和使用在目前的情况还不能够实施, 等到国民所得超出了美金500元以后, 机车会自然地淘汰, 所以目前最需要的是机制卡单位 严格执行回复交通技术的工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